嗨,各位晚安,我是宝可梦 今天大家都还好吗? 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主题 就是,其实你知道你手上的分期信用卡 尤其是零利率的,还可以帮你做投资赚钱数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一个议题 因为一般人可能只会拿你的信用卡来做消费 但是,鲜少有人知道可以拿来做投资 那更少人知道的是,原来分期零利率的信用卡 还有一些额外的加码回馈 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要看今天的影片 你才会知道 那我们事不宜迟,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要讲的主题 就是,善用分期卡赚钱投资数 那这支影片的困难度,我个人觉得是四颗星 跟之前那个大户的影片一样 怎么讲呢? 因为,讲到投资,我个人觉得这就是 一般人比较需要花时间去进行理解的 这个部分的话,所以我是觉得说 如果你自己本身没有一些基础知识的话 你可能就会变得比较难上手 然后也不知道说我们在讲什么 所以,我还是很建议大家就是说 如果看我这些进阶的这些影片分享 你可能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先去做一点功课 然后去了解一下说,到底信用卡是什么东西 或者是说,如果你想要进行投资的话 有没有哪些基础的知识应该要了解的 这个就是基本上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 好,今天的三个要点 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一般而言正统的投资概念是怎么样 好,然后我会介绍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标的 好,VTI 那第二个就是说 到底有钱人他都是怎么去赚钱的 好,这个等一下也会讲到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说 那我们要如何善用我们的信用卡的 这个所谓分歧零利率的功能 好,可以来进场投资 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三个观念 好,来第一个 其实正统的投资观念 你可以看这边写的就是 其实你要用你的资金或者是财务来进行 直接或间接的经营 好,投资一个这个所谓的事业 那么他只要有获利的话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合理的报酬 就好像我们去买股票或者是投资 比如说你自己觉得前景可期的公司 比如说像我之前我就用封存库买这个玉山金 因为我相信玉山金的获利非常的好 尤其是他的信用卡 我这么大力的推就是 好多人都一起来申办 大家疯狂用他的卡片 他的交易手续费的收入就一定很可观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玉山金不错我就买了 或者是推的求其是你可以买0050 所以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价值投资 就是你相信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 所以你就持续而稳定的去做投资 这就是所谓一个正统的概念 好,由此定义呢 其实投资的目的也是在取得预期的报酬 那当然有报酬就有风险 所以其实比起债券来讲的话 其实股票它也是市场上面 就是可以给你最多的到报酬 但是它也风险也是最高的 它可能就是虽然说长期而言持续往上走 但是它有可能今年涨了15% 但明年可能就跌了 比如说只剩2% 然后它就是一直在上上下下这样走 但它整体的趋势是往上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操作这个所谓的股票 这个所谓的投资的时候 你要是特别去注意这个风险的部分 好,那么再来往下走 好,这个 简单举个例子 像我这边的话就是说 我稍微截了一下这个VTI 它是从应该是2002年开始 就是上市的这个产品 那VTI它讲的其实就是说 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股票 就是全部都在这个ETF里面 就是全市场指数的意思 那它这19年来的股价的话 你会发现它一开始就是 我看一下它大概是60左右嘛 那这就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那到了武汉肺炎的前期 它来到最高应该是160几 160几的话 这根本是目前为止最高的一个 所谓的投资的绩效嘛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后来就跌到130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 如果你有离场的话 那很不好意思 你可能就是直接就亏损了 但是像我的话 我是一直不断的持续的投资 我是从去年的8月 好你可以看一下2019年的8月 大概是这个这边开始 好那往上看一下 大概就是在140 150左右 这个时间我开始投 那每个月都固定投500 500 500投 那即使遇到这个行情 大大的下跌下修的时候 我还是有持续的投资 所以其实我在这段时间 我累积了不少的部位 像我VTI在一头 我下面的投资部位 大概现在就是 好像来到12000美金左右 所以我在没有离开市场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就是按照我之前讲的 传统的投资概念就是 每个月固定投 每个月固定投 投500美金这样子 然后来买VTI 其实它的成效 其实在最近就有一个很显著的增长 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始在往回走 开始要超过之前的最高点了 所以你用这种方式去操作 而不是操作波段的部分 我个人觉得 其实基本上的话 你的钱会大部分的时间留在市场 然后它为你滚出复利 这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 这个所谓复利的法则 而不是做波段 因为你做波段的话 你就是进场出场进场出场 那你钱没有放在市场里面 它就没有办法持续的帮你滚付利 这个样子 所以正统的投资概念是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好奇说 那有钱人到底都是怎么赚钱的 好 那下一个主题就是 看一下 不能过去 这个有钱人到底都是怎么赚钱的呢 其实他们事实上是使用一种概念 就是杠杆 好 那这个杠杆来放大资产 其实它是双面刃 就是说 它有它的优势 也有它的劣势 怎么讲 比如说 这个杠杆其实就是讲的是物理原理 这边有写到就是 杠杆就是一种工具 然后用 比如说用一根铁锹 然后就可以来移动你原本移不动的东西 好 那这个阿基米德也讲过 就是你如果给我一根构床的杠杆 跟一个可以安放的支点 我就可以来移动地球 好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物理原理的这个概念 就是地球的 你这边有个石头 然后你的杠杆在这边 那么你只要这样小小的采力 然后你的东西可能就这样起来了 所以它就是一个小小板的概念 所以其实用在我们的投资金融界里面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说 你叫做跟银行借钱来做投资 这就是所谓的杠杆 好 那有投资人 那有钱人他们都是怎么做 那其实他很简单 他比如说他有房地产 或者说他有房子 那他就可以去借抵押贷款 那他可能会用比较优惠的利率来做这个借贷 因为他自己本身可能是幸运良好的公司啊什么的 所以他有一些资产就可以去把它抵押成一笔大笔的金钱 然后他用这笔大笔的金钱来做炒房 或者是来做国外投资 那么只要他的获利有超过这个他自己本身要支付给银行的利息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正收益的状况 所以其实很多的有钱人他们都会是利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个杠杆操作 来让自己的财产累积的越来越快 那你会觉得说 那杠杆这种东西是不是就是只有钱人在玩 那我们一般的小资组是不是也有可能去使用到这样的商品 或是说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危险的地方 他的隐藏的这些危机 或者你知道那个妹妹到底在哪里 这个就是要跟大家讲 就是事实上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小资组 像我也是 其实我们平常都有在用到杠杆 简单举个例子 你来这边看 小资组可以操作杠板吗 可以 因为你的学生贷款就是 我也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就是我自己本身的这个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家里面没有办法帮我支付我的大学学费 那一个学期是3万 所以一年大概就是6万多7万左右 那4年念下来就是28万 大概是快30万左右 所以我其实是有使用就学贷款的 那这个就学贷款的部分就是 我毕业之后两年就要开始还钱了 那之前中间有一个宽限期 可能要当兵什么的 好 所以但是呢 从第二年第三年开始 你就要持续的还银行这个钱 那这部分的话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我预知我未来的薪水 然后现在先来就是取得我的学位 这就是一种所谓的杠杆不是吗 就是运用银行借你的这个财富来做这个杠杆 那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步入中年 我们可能也想要买这个房子啊 车子啊之类的那你是不是就要去借房贷或者是车贷 它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比如说你自己本身 你只有100万的头七款 那你想要买一个比如说五六百万的小套房好了 那么当你的银行如果说它可以带你八成的话 五百万的八成是带四百万给你嘛 所以你只要准备一百万 然后给银行借四百万 你就可以来买这个房子了 对那你买下来之后呢 事实上它的账面价值就是所谓的五百万 然后你四百万你就要分期摊还给银行 这就是你利用银行的资金来做杠杆 那么杠杆为什么可以赚钱 很简单就是比如说 当这个房产在这个市场上增值百分之二十 那你五百万的百分之二十变多少 就多了应该是多一百吧 就变六百万了 那这六百万的话 事实上你欠银行的钱还是四百万 所以这中间等于是多少 你的资产本来是一百万 但是却变两百万了 因为六百减四百剩两百嘛 所以等于是你的资产却因为杠杆的关系 而double了一倍 所以我觉得这个杠杆 它其实是双边人 就是说如果你的资产下跌 比如说你被打九折了 五百万变成四百五十万好了 那等于是说你欠银行的钱还是四百万嘛 但是你原本你的投期款是这个一百万的部分 但它现在市场上的价值只剩下五十 因为四百加五十是四百五嘛 所以你如果有使用到杠杆的部分的话 其实它就是会让你的资产翻一倍 也有可能会让你的资产缩损一倍 所以当大家在使用这个 比如说我最近很常推荐的这所谓的eToro 这个所谓的线上外汇交易平台 那你就会发现它其实你在做买卖的时候 它有一个所谓的杠杆的倍数 一倍到五倍不等 那如果你有使用到这个杠杆的话 你真的就要特别小心了 因为你的获利会放大 但是你的亏损也会放大 所以这个同样的道理 其实也是可以用在这个所谓的期权 期货或者是选择权 选择权之前 那个镜周刊有找宝可梦 然后做了一支影片 就是那个阮木华老师一起来讲 还有Angelina 如果你有兴趣 你也可以找这支影片来看一下 我们有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 这个所谓的选择权的部分 这部分的话也都是所谓的杠杆操作 那我们继续往下讲 这个 车带也是嘛 所以小资族事实上有没有在操作杠杆 有 那现在的话呢 我要再更进阶的跟你介绍到我们的重点 就是我们怎么利用这个分期卡来进场投资 分期卡为什么也可以做进场投资呢 在进入这个所谓的分期卡这个主题之前 我也很建议你就是先扫描QR Code 先想办法入手 或者是去借到这本书来看好吗 或者是去图书馆什么地方都可以 好 你有这本宝可梦的新书里面 有讲到这个所谓的 分期卡的介绍 包括就是温水煮青蛙的概念 就是为什么我在书里面建议大家 不要太常去使用分期付款 因为你可能会不知不觉 今天就是扩张消费了 这个是分期卡在使用 使用在消费上面 它自己有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特性 但是如果你把它转换过来用在投资的话 这我想应该是全台湾 我应该是第一个人在讲这个推广这个概念 所以它的那个想法就是reverse 就是不一样的 但我们继续往下看 你想要了解更多你就先去买书来看就对了 那如何善用分期卡来进场投资呢 其实重点就是刚刚讲到这个所谓的eToro eToro它有那个很有趣的特性 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刷卡入金 那其实在国际上应该还是有一些 所谓的线上交易平台 它也是可以让你刷卡入金的啦 但是我目前比较熟悉的是这个 我就以这个为例 所以你如果有其他的交易平台 而且你也信任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入金的方式去操作 这样子好那这边有再稍微简单的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eToro这个平台的特性 那如果你已经很熟悉的话 就是稍微忍耐一下 我们快要讲完了 这个你可以使用电汇入金 就像一般的这个传统的 这个所谓的交易券上一样 比如说TTREMateTrade或者是FirstTrade 或者是Interactive Brokers 他们都是可以用电汇入金的方式 那么eToro比较特别的是 它还是可以使用信用卡刷卡入金 像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介绍到 就是你可以使用这个所谓的 永丰必备卡跟永丰大户卡 来赚这个9%的回馈 甚至你把银行给你的7%回馈 拿下去潜滚利滚利 你可以就是在10年之内 多赚30万的退休金 这个都是之前有经过计算的 提款给大家参考 那这个是所谓的 所谓的信用卡入金赚银行给的好康 那另外今天要介绍就是使用分期卡 赚的是另外一种好康 这叫做时间上的 这叫差额吧 等一下会讲到 那再来的话 eToro这个平台的第二个特性是 它的交易手续费 它还是会收的 比如说我买ETF一定会收 就是单边点差0.09 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买100美金的这个商品的话呢 100美金的指定交易产品 那你可能就会被收0.09 这个美金左右的交易金了 所以0.09再乘以30块美金 30块台币吧 0.9 0.9乘以2.1 所以大概就是2块钱吧 我只要买100美金左右 我就会被收2块钱的交易手续费 这个感觉上也没有很高 但事实上它也不低的 就是在所有的券赏里面大概就持平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后 就是你的买进或卖出 就是eToro它都会跟你收交易手续费 那在美股 现在它就是在上个月 它有开通一个新的功能 就是说如果你是来买美股的个股 比如说你买Google Apple 或者是比如说Amazon之类的这个股票的话 它其实就跟一般的美国交易券商一样 就是不收手续费 进场跟出场它都会是零手续费的状况 但是ETF它没有开放 所以如果你是要买的是ETF之类的商品 那不好意思 你还是会被收单边点差0.09 那最后一点的话就是 你如果要把钱 从eToro的账户输回到你自己的账户的部分 或者是你自己的信用卡的话 出金的费用一律是5美金 以前是25美金 那现在就是降低为5美金 所以它算是成本比较低廉 因为在其他券商的部分 如果你要从美国券商把钱汇回来台湾账户 其实也是会被收不少钱 尤其有时候中转行会被收一笔 然后回来 这个银行账户它会结款 它会再跟你收一笔手续费 所以其实在这样相比之下 其实ETF的交易成本是比较低的 那如何使用信用卡来进场投资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那当然出金入金还是有一定的规则 不是说你信用卡进去 然后最后过没几个月 然后就钱要从信用卡 就是再提出来 然后看想说要提到账户的话 就是可以拿到这个所谓的信用卡 赚这个银行的这个刷卡回归金 其实这件事情他们都知道 所以他们也是有用明文的方式在做禁止 很简单就是说 你如果是汇钱进去就是汇钱出来 你如果刷卡进去就刷卡出来 所以基本上就是资金怎么进资金怎么出 这是他们一直不会改变的大原则 那我当然有私底下询问他们说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 你的钱是刷卡进去 那最后是体会到账上的 有三个不同的可能性 那这个我在我的文章里面都有介绍过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去找我的这些相关的文章来看 来了解更多到底怎么样 你的钱就是信用卡进去 但是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回到账户 这是有迹可循的 有兴趣你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假定在 如果你是把钱就是信用卡进去 那如果信用卡出来的话呢 你的成本会是多少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就是要注意的没没杠杠 这等一下会讲 来这个 其实你刷卡入金分歧一通楼的话 其实也是某种程度的做所谓的杠杆 因为就算你是不使用分歧的部分好了 那么其实你也是 比如说我这个月我先刷了400美金 也就是12000台币 但是我也是要下个月结账日之后的交款日到了 我才把钱给银行 所以银行也是先帮我带电了 那这个月的时间其实我也就是直接在市场上面赚取我的报酬了 那只是说分歧卡更厉害的一点是说 你刷了一笔大额的金额 但是这笔钱你不用急着马上给银行 而是银行分了好几期来跟你拿回这样子 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就需要满足几个不同的条件 比如说你自己本身的信用卡额度要够高 比如说我想要刷50万但我的帐上我的信用卡额度 如果只有10万块那我怎么玩 当然玩不下去啊 好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宝可梦每次一天到晚都在跟大家提醒说 你有这个所谓的薪资 或者是你的薪水有调涨 然后年度扣角平摊来了 一定各家银行都要进行调额 你不调额的话 你将来如果比如说你现在要做投资好了 那你钱就被卡住了 或者是这是你的主力卡 然后你也要拿来做生活消费 但是如果你用分期十二决定利率一卡住 那你的钱也不能够不能够再刷了嘛 回贵都拿不到了 所以我真的非常的极力建议大家 就是有机会一定要赶快先调升自己的信用卡额度 因为你的信用卡额度就是宝贝 好吗 要对自己的宝贝就是多用点心 OK 好 那回来继续讲的话就是 使用杠杆向银行借一笔钱投资 然后再分期贪还本金 这个就是所谓的刷分期卡入eToro的这个 美美格杠 第一个重点 那再来就是说 很多银行都有提供分期零利率 比如说 像我们的iLEO信用卡就是有 就是刷3000就直接分三期嘛 或者是赵峰一秒刷 他也刷2000就直接帮你分三期 所以这时候我就在思考说 那有没有可能是某一家信用卡的 回馈是很好的 然后又有分期零利率最高的 结果找来找去之后 我终于就找到了 等一下我跟大家介绍 大家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影片的logo 就是这家银行 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到了 这个刚刚举的例子 我这边仔细的计算一下 跟大家讲 就是你的本金如果是30万来做投资的话 你用传统的方式 或者是你在台湾做投资的话 其实都很简单 就是你要那笔钱 然后券商从户头把钱扣走 然后你再丢到市场上面去用 这就是所谓的30万的直接本金进入市场 这是最normal的状况 但是如果你是使用的是信用卡的分期零利率来进行投资的话呢 等于是说你刷30万 那这30万的话是你的信用卡额度进去这个所谓的市场 然后来进行这个所谓的付利的动作 但是你的本金呢 其实你也可以放有风大户数为账户 然后就是 每30万除以12就是每个月大概就还个2万块吧 2万多2万多 这样子慢慢的从你的账上就是扣进去这个信用卡账单嘛 那你这30万就是每个月都还是可以领到这个高利活储 就是越来越少 但是你每个月都有 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 其实你还你的本金 其实你自己等于是多double了一倍你自己的投资了出去 因为你放在账 你放在这个所谓的鱼头的账上的30万已经在做复利了 好在投资了 那你自己本身的本金30万也还没有完全放进去市场 那这笔钱呢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高利活储的商户收利息 或者是转投资其他你觉得有利可图的事情 那我必须讲哦 这个风险已经是double一倍了 因为你的本金本来就是要放到市场的 好 所以这很明显的就是使用到信用卡的分期付款功能 来帮你进行这所谓的呃杠杆 那你也可以思考说 呃我其实刚刚有讲到说有钱人都是怎么做 其实有钱人也是一样 他就是拿了一笔呃拿了他家的房产 然后来抵押了一笔钱出来 然后来进行筹投资操作嘛 但是他跟银行拿到这笔钱 他还是要每个月去还利息给他 好 那只是说我们如果用信用卡的这个分期领利 利益来讲 等于是银行免费借了我们一笔钱 让我们去投资 然后我们再分期把钱还给银行 但是那个钱其实是不会被收利息的 但最多就是舍弃利益啦 好不过我觉得你能够操作到这样子的话 你其实已经很精明的使用到这个所谓的信用卡 然后再搭配杠杆的功能 这已经算是都比人家还厉害了 但你必须要去思考一下 我为什么会这样介绍我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不见得适合你如果听不懂就算了 好来公布答案了 就是刚刚讲到就是 这是上海银行的这个小小兵信用卡 你一定没有想到 我其实在前几年也都没有想到 原来这个卡片拿来投资超好用 而且我自己真的已经有就是刷卡投入这个E-TOLO 我发现上海上也是可以刷的 所以它真的可以用 我现在目前也是都会就是以这个为主来做这个所谓的入金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一个两个特性 就是1270利率 这是不收任何的利息 你在卡片申请的时候 就要打勾就要设定好的 你如果没有设定好的话 后来要改这个利率 你就要被收50块的这个所谓的设定变更费 好不啊 那它有两个不同的卡片 你可以就是都申请下来使用 另外一个就是海外的交易 它会回馈你1.5%的手续费 那么你想想看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现在把钱刷进去 其实银行跟你收1.5%交易手续费 然后上海银行又补贴你1.5% 所以你进去的钱就是1% 就是那些钱 其实不会被收额外的费用 那另外一个就是 当你的钱如果要从海外汇回来 比如说从eToro会回来的话 那么也是一样 因为你没有拿到额外的交易 应该说拿到额外的红利点数 或者是刷卡金 所以银行也不会进行扣回 那MESTER的话基本上都是退手续费 所以你这个手续费你还可能再拿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基本上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 而且神奇的卡片来搭配eToro 如果你是要用分期付款的部分 那最后的话来跟大家就是计算一下 如果你从eToro里面要把钱数回来 那它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也可以跟传统的这个所谓的电汇的方式来简单做一个比较 我这边已经有算过了 就是如果你从eToro要退回去信用卡账上的话 eToro每一次的交易会给你收取5块美金 假如你是本金有放超过好像是2万5吧 所以你已经变成是够着等级的这个所谓的客户的话 你就可以减免这个所谓的汇出手续费 它的意思也是鼓励你要就是多多的交易 跟多多的把钱放在eToro 我自己本身是有达到这个等级 因为我已经放2万5了 所以我之前上个月有测试一次 就是把钱退回账上 那它的确是没有跟我说5块美金这样子 是蛮有趣的 所以你如果想省钱的话 你就是钱要放很多在eToro 那你钱提出来 其实就可以免除这个手续费 那另外一个 一般人的话都还是被收5块钱 当你退回到信用卡账上 比如说你刷了30万 那他不是退了30万到你账上吗 那这30万你要怎么领回到你的户头呢 我查过这个上海银行 他们自己的官网的细则 他是说如果你的是易退款项 易缴款项的话 那只要收30元的汇费 他就会把钱汇到你的指定户头 那我个人是还没有询问说 如果你把它就是汇回去 你自己上海银行的账号 比如说Cloudbank之类的 那是不是还会就不收手续费 这个要可能要打电话询问一下 但基本上他最多就是收30元 所以你这样算一下 你就会发现说 你其实汇回来台湾的成本就是 5乘以30 150加30就是才180元台币 那如果你是传统的电商 那种电汇的部分 你要从美国汇回来 很简单就是 基本上这八百到九百起跳 因为那个你要双电报嘛 那他中间中总行还会再收一笔钱 所以比如说你汇30万回来 你中间可能最后拿回来就是29万5 29万9500之类的 所以就是中间还是会有 二三十块美金左右 是会被中总行收走 那你也别忘了 你把钱汇到你的台湾银行账户 你要把它解款进去你的 这个真实可用的账户 也是会被收取一笔手续费的 所以不管怎样都是要钱 但是这些钱绝对是大于180元 所以我觉得 你如果使用信用卡投资 然后你还要 你基本上你赎回的成本就很低了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照着他的规则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是 在你不想要赚额外的信用卡高额回馈 因为你如果刷退可能会被收回嘛 那你反而是使用这个所谓的零成本 而且十二期零币率的信用卡来做投资 是很好的 那前提的话就是 你还是一样要准备 你的高额的这个所谓的额度 因为你上海商银的额度如果不够高 你其实不能够这样操作的 所以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就是 你如果真的想要靠分级卡 然后来就是使用杠杆 然后创造自己的财富的话 你要做两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就是 先要有一张小小兵卡 第二个就是你的额度要够高 至少50万好不好 30 40万 你这样子来做操作 你才会比较顺手 对 那最后最后的话 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 其实财务杠杆绝对有它的风险所在 就像一开始讲的 你要赚钱 你要投资 那你就必须要兼顾你自己的风险 我不是在这边叫大家说 你一定要马上把这张卡片刷刷几万 又几万下去 而是我会很建议你 你不需要扩张投资 你只要就是 当你存到了一笔钱 比如说我确定 我有10万块要进场投资了 那我也许我可以使用 上海银行的小小兵信用卡 先刷10万块进去 但是我这10万块 我还是可以放在 比如说上海银行的Cloudbank 或者是永风大户现金回馈预息卡 让他先让我赚1.1% 或是1.2%的高利活储 那我再慢慢的 去缴账单的方式 把这个钱缴掉 那么你在依托上面的投资 你就可以同时吃到这个负利率 那你的本金呢 还是可以放在你的手边 然后一样的去享有这个高利活储 那当然你比较聪明 你也可以来投资台股之类的 但是你自己本身资金的运用 你自己就要搞清楚 就是不要 就是两头烧 然后最后就是钱嘎不过来 那就麻烦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一定要很确实的跟大家讲 它绝对是有风险的 但是你一定要评估完自己的风险之后 再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去使用 这个完全都不强迫 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想到的一招 还蛮好使用的一招 就是信用卡搭配这个投资的部分 那么就是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 你就是真的可以去试试看 我都放在身边 这个非常可爱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 就是欢迎您帮我按个赞 按赞留言分享给你的亲友 然后邀请他们一起来做投资 再来的话就是不要忘了帮我 就是给我按个 不要忘了就是帮我按个订阅好吗 小铃铛开起来 每周每天的晚上10点 我都会上一支新的财经比财相关的影片 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所知所闻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